本來計畫的行程 旅遊都被把它取消了 非常的可惜 那我們想想一看 這一段下跌的過程裡面 短短16天 到底這16天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套牢 其實很多人就太看好了 股票市場是無情的 大家都看好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來個集點 讓很多人都行程 短線上住在套房裡面 非常的可惜 那我們思考一下 這段下跌到底要怎麼操作 到底有沒有一個正確方法 能夠做贏這一段 行情 每個人在過年期間都在思考 如果你過去操作不理想 今年如何把它贏回來 我想我在這邊就要告訴你 如何把它贏回來一個方法 來 股票怎麼做 像剛剛這段下跌怎麼做 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做才會套牢 股票怎麼做 那反過來思考 我們把它想遠一點 那人生又要怎麼活 短短的 這個人生到底要怎麼活 股票怎麼做 你懂了以後 你就知道人生怎麼活 所以我們先來講 待會再教你股票怎麼做 我們先講人生怎麼活 人生要怎麼活 說真的人生也是短短的 很快 像我一晃眼都快到50歲了 到底人生要怎麼活 才能夠活到很充實 這樣有一天你老了 你再往前看 這段人生過得非常精彩 不需此行 然後覺得對自己覺得很滿意 很充實 我覺得平常每一個人都是辛苦 在工作崗位上 但是對自己都沒有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過年期間 或是有假日的時候 一定要出國去玩 像我其實我在35歲以前沒有出過國 到35歲之後開始出國 然後每年都會出國去玩 像我去年是去關島玩 關島是屬於美國的一個屬地 關島非常的漂亮 是2009年1月25號去年過年去的 那你看這邊特寫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邊很多 這個漂亮的小姐穿著泳裝在這邊玩 其實海岸線風平浪靜 很多小朋友在這邊玩 我記得第一次有人跟我說 他帶小朋友去關島玩 然後我說小朋友那麼小 你等到帶去 他說對啊 把他丟在海邊 丟在海邊怎麼可能 那被海浪捲走怎麼辦 他說不會 關島的海邊跟我們家裡的池塘一樣 平靜無波 你看這個幾乎都沒有什麼水面的一個破洞 還沒有什麼海浪都沒有 就跟一個水池一樣 跟游泳池一樣 平靜無波 所以你把小孩放在這邊都很安全 大人在這邊游泳 穿了比基尼很多外國 它是美國的屬地 所以很多外國人在這邊游泳 所以關島真的很美 那個海灘 那個景色 拍起來用傻瓜相機拍 哇 真的好漂亮喔 看一下這關島的海邊 這都是我拍的 用傻瓜相機拍的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說 怎麼可能拍得這麼漂亮 真的 天生就這麼漂亮啊 所以你隨便用傻瓜相機拍 都拍得好漂亮喔 有沒有 你看很多沙灘椅 那我們晚上就在坐在這邊 吹著海風 白天天氣比較熱一點 太陽下山了 我們坐在旁邊 吹海風 感覺這樣以事無爭 也沒有手錶 也沒有手機 所以誰連絡不到你 輕輕鬆鬆敲著二郎腿 穿著拖鞋在海邊玩 這邊發呆 真的很不錯 這椰子樹都長得很高 在椰子樹下照一張照片 這是我2009人在那邊拍的 這上面有個椰子樹 很高很高的椰子樹 有沒有 在旁邊照個照片 蠻不錯喔 有人說 這張好像海軍陸戰隊的 身材都維持得不錯 也沒有肚子 真的蠻不錯的 那種感覺真的很好 這張照片我覺得拍得不錯 這個身材也維持得很好 也沒有說因為 平常坐在辦公室裡面看盤 就吃得跟豬一樣 所以很多人說老師你身高多少 我身高大概將近180 也算是蠻高挑的 這個也沒有很大的肚子 身材維持得還蠻不錯的 這是我去年去關島拍的照片 關島的海邊 真的很漂亮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關島的土著原住民 我老婆給他買了一個椰子 他就給你拍一張照片 香蕉免費送給你吃 除了關島其實我去過很多很多的國家 比如說這是我去印尼巴厘島 在巴厘島的海邊 拍的這97年2月份去的 那比如說我去過這個日本的北海道 這是北海道的雪 哇這雪真的很漂亮 雪堆的比房子還高 這是雜黃的雪跡 我們在這邊拍的 不然我去過韓國 去看韓禁書 韓劇看多少錢要去韓國玩一玩 去韓國滑雪 這是韓國的滑雪場 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忘了 拍一張韓國傳統的服飾 穿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算奇怪 韓國人怎麼穿這樣 穿得很醜 不過韓國的小姐穿起來 我們台灣的小姐穿韓國衣服 穿起來還滿漂亮的 比如說我去過新加坡 這是我新加坡 他們很有名的一個體育館 做好像一顆琉璃一樣 新加坡 這是新加坡很有名的那個獅子頭 會噴水那個 這是我們去新加坡玩的照片 比如說我去過馬來西亞 這是馬來西亞 這是2009年去的 馬來西亞很漂亮 2009年的2月16號去的 這是馬來西亞的皇宮 他們國王住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飯店 叫做金馬皇宮 非常的互利堂皇 住起來真的感覺非常的不錯 比如說我去過泰國騎大象 也不曉得去過幾個國家了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這樣過了 這是我當然去泰國騎大象拍的照片 你看這大象 好大一隻 騎在上面 真的感覺非常的逍遙 這個大象帶你去海邊散步 走在這個沙灘上 大象帶你去海邊散步 真的是滿不錯的 比如說我去 這好像是印尼的樣子 搞不清楚哪一國 去做那個 去海上玩這個拖曳傘 拖曳傘馬里拉得很高 拉上去 去泰州 雖然這不曉得哪一個國家 搞不清楚這就是我 去泰州 去玩老虎 可能小老虎餵奶 這都不是台灣 這都國外的照片 但是我已經忘記哪一國了 比如說去騎水上摩托車 這出國的照片 感覺非常的甜蜜 還有比如說我去過這個上海 上海我總共去過 應該有四五次有了 照片我都留著 而且這照片看起來滿有意思的 第一張照片是 八年前我去這個日本的 不是這個大陸的上海的這個機場 好像叫紅橋機場的樣子 這是八年前去的這一張 這張是八年前去的 你看八年前去的 瘦瘦的齁 我跟我老婆去八年前 當時是這個樣子 八年後最近又去 現在就這個樣子 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麼變齁 都沒有什麼變 但是紅橋機場還是一樣很漂亮 很互利堂皇 八年前八年後 感覺好像都沒有什麼變 我們剛剛講這個 我們說人生要怎麼過 我的看法就是人生要過得 很充實 很有意義 或許不是說賺很多錢就很充實 不是 但是你要過得覺得對自己的良心 對我們的父母 對我們的子女 都盡到我們的責任 除了這個之外身體健康 一直感謝我的爸爸媽媽給我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所以能夠在這邊打拼事業 服務很多的客戶 我身體都一直維持得很好 沒有亂生病 所以一直都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感謝老天爺的保佑 我們有這麼健康的身體 可以做很多的事 可以去完成我們很多理想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 人生要怎麼過 這是要過得很充實 對自己很有意義 對我們周邊的人也很有意義 人生就是要這樣過 除了很辛苦的工作 很辛勤的工作之外 在工作崗位上非常認證之外 假日到了就是去玩 不能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是很辛苦的 沒有讓自己放鬆下來 這樣也不好 身心得不到適當的調劑 所以我常常出國 尤其現在你在看過年特別節目 我現在人應該在東京 我帶我小朋友去 這個東京的迪士尼玩 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人生要過得很充實很自在 要對自己好一點 要對我們周邊的人好一點 包含對我們的父母要孝順 對我們的家人要疼愛 所以我們人活下來 就好像在修行一樣 要對自己負責 然後對我們的父母 我們跟父母之間有一個關係 父母跟我們生下來 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們 所以我們要對他要孝順 修一個父母跟子女的這個道理 同樣的我們生下來 我們的子女也要照顧他 要教育他 這次有另外一個課程 我們變成一個爸爸的角色 那我們要去愛護我們的子女 要關心他 他的血液 他的交友 他的健康 給他做人生的規劃 包含我們跟夫妻之間 一樣要修一個夫妻之道 最有我們最親密的 每天跟我們睡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的老婆 所以我們要如何來愛護我們的老婆 如何來疼愛她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係 包含我們的同事 這麼多同事 跟我們一起在工作職場裡面 有時候比家人的生活時間還長 那我們如何去做這個 跟同事間的一個相處的道理 像我在公司裡面擔任總經理 然後我常常教育我的員工 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工作崗位上要認真 到放假了就是放鬆自己 去國外玩一玩 對自己好一點 對我們周邊的人好一點 那如果錢賺夠了 就帶我們的家人 帶我們的父母出國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 但我們剛剛講到的 股票要怎麼做 人生要怎麼活 人生要怎麼活 很簡單 那要過剛才我講的這樣 很充實很自我 能夠滿意 往前回頭一看 過去這四十幾年 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 因為我踏踏實實的走過 我沒有怠惰 所以我覺得對過去的人生很滿意 那反過來我們能夠有這樣人生 可以過可以出國去玩 就是說必須在經濟上能夠獨立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股票要怎麼做 人生要怎麼活 你股票知道怎麼做 你人生就知道怎麼活 結果活得很充實 很有意義 那反過來你股票操作得不好 把應該有的錢輸掉了 這個錢輸掉可能會輸掉你的夢想 可能會輸掉你跟家人和諧的關係 可能會輸掉你個人的信用 你可能答應小朋友要去 像很多人可能要帶他去出國 可是現在股票做輸啦 就不能出國啦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股票上面 既然要做就是一定要做贏 這是我的看法 你股票做對了 做贏了 你人生就會過得很充實 因為你經濟上很充裕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說做股票的目的 你為什麼要做股票 你現在在看節目過人期間 心情很輕鬆 穿個拖鞋 翹個二郎腿 你在看我獎盤 看我獎 一些股票上的一個看法 那我先來問你 請問你王先生 李先生 陳小姐 你做股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很多人可能做股票做了半天也不曉得 那我來提出我簡單的看法 我覺得做股票的目的是什麼 來 就四個字 叫做追求自由 追求什麼自由 包含經濟上的自由 你錢要足夠嘛 很多事情才能做嘛 包含追求身體上的自由 有些人每天要做兩個工作 做三個工作 為什麼 經濟上的壓力 身體沒有自由 因為經濟上壓力很大 他必須做兩個工作 必須做三個工作兼職 你才有辦法打拼 才要平衡家庭的開支 所以身體上 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身體上受到很多拘束 要做很多工作 包含心靈的自由 很多人經濟上壓力 帶來經濟上的壓力 因為錢不夠用 經濟上轉不過去 所以造成這個身體上 心理上的很大的壓力 每天被錢壓得闖不過氣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做股票做得不順利 你本來想要追求這些自由 最後反而 因為股票做得不好 把經濟的自由 把身體的自由 把心靈的自由都喪失了 都不見了 很多人做出股票之後 帶來很多身體的疾病 高血壓 心臟病 晚上睡不著 失眠 腦神經衰落 整個什麼憂鬱症都來了 很痛苦 這很可惜 所以做股票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由 追求經濟上 這個身體上跟心靈上的自由 可是因為做得不好 就把這些自由都喪失了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人會做得不好 眼裡很簡單 他們為什麼做輸 眼裡很簡單 因為他們的操作邏輯不對 他沒有正確的操作邏輯 最後他當然賺不到錢 等於是嗎 那請問股票市場正確的操作邏輯是什麼 你搞清楚了你就會賺錢喔 對 賺錢的秘訣是什麼 怎麼樣才能夠讓你賺錢 因為要有個正確操作邏輯 那請問這個邏輯到底是什麼 來 我教你 你把它記起來 記起來之後 你就會人生就會不一樣 你虎五年就會虎虎生風 賺錢的秘訣很簡單 就是用對的方法 持續去做 持續去賺 找到一個對的方法 持續去賺 那你這樣就在股票上 你賺到很多錢 會達到你的自由 那請問對的方法在哪裡 我的方法很簡單 他就是股神系統 用一個正確的方法來操作 用一個正確邏輯來操作 我想你的股票市場的錢 就會賺不完 那這個方法到底怎麼操作 我們廣告回來再跟大家做分享 來 我們見廣告 感謝大家 受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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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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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现场 做股票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赚钱的目的就是要追求 自由 追求身体上的自由 对哦 精神上的自由 追求心灵上的自由 让你能够想做很多很多事 去完成很多人生的梦想 但是股票市场要做对 要赚钱 他一定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 你就不可能赚到钱 对不对 那我的方法告诉你 如果在股票市场赚钱 就是用对的方法 持续去做 那问题来 什么叫对的方法 对的方法在哪里 我的方法就是股神系统 懂意思吗 真的吗 来 股神系统是利用 趋路线 筹码线跟动物线 三线的架构 三线的多空来判断 股票市场的多空涨跌 股票涨多头会轮涨 就像 这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样 多头不断涨 涨不动变空头 空头跌下去 跌到底了 跌不下去就变多头 不断的循环 就像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就像白天晚上的道理是一样的 涨的时候 有的股票一先涨 有的股票是大盘同步 有的股票大盘涨 他才涨 叫做后援的 大盘类股个股没有 这个不同步的 多头是轮涨 空头是轮跌 这是股票涨基本的一个架构的观念 懂意思吗 那我们来利用这个观念 利用这个股神系统的三线 来推演 股票市场应该操作的方式 正确的方式 我们就拿过年前这一波来做说明 很多人都这一段都受重伤了 短短16天1315点 那请问高点到的时候 它到底有什么迹象 注意看哦 这是一般的K线 那我们看股神系统 原来高点到就转空了嘛 有没有 最高点那一天就转空 真的吗 有啦 真的有 最高点那一天 没有错嘛 就在这里 真的是转空了 转空特写一下 有没有转空 有啦 转空了嘛 这段过程很多人受伤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受伤 不但没有受伤 来反手放空赚钱 这当然是比较高端的 那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就是利用股神系统来操作 来赚到的 来 比如说个股原态 这张图是1月5号了 那你看涨一波之后 到了这里 出现卖出讯号了 告诉你转弱了 开始要跌了 懂意思吗 三线已经跌破了 代表什么 三线转空的代表 钱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不懂得跑 你钱会越来越少 懂意思吗 那如果懂得当然就会赚钱 三线转空要小心 你看这样一段跌下来 从81 哇 一个特写 1234 总共出现四个卖出群 这边是57 从81跌到57 高点是85 等下来你看这样一段 跌了将近 30块左右 那如果你做错方向 你看一张你要赔多少 将近赔四成 多久 其实没多久了 大概一个月而已 你120就赔掉40万了 那你这样如果你做错 你人生怎么会有未来 那不惨了吗 懂意思吗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 股票上会轮涨 会轮动 会多空循环 所以你看那起涨点在这里 有没有 很多买进巡套出现 开始大涨一波 懂意思吗 那这一段 我们把它回到图卡来 原来就这一段 很多买进巡套出现有没有 就开始大涨 从56块涨到85块 有没有 这一段总共短短两个月涨了54% 对不对 涨完之后高点盘整 出现卖出讯号 四个卖出讯号 碰跌下来又跌了加近40% 这叫什么同意 原来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股票上里面 最简单的理论叫做 多空循环的道理 你懂这个道理 你才有可能做赢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这是股票上里面 多空循环的道理 懂意思吗 多头不断上涨 涨不上去变空头 空头开始下跌 什么情形出现卖出讯号 开始拉回 有没有 拉回之后 如果你不小心不跑 那这一段一赔下去 哇 天哪又赔掉四成了 有没有 这一段赔下去 我现在很多人就要面临 断头的命运 这叫什么 这叫做股票上里面 多空循环的道理 懂意思吗 哦 原来这么简单 这就是股票上里面赚钱的方法 这就是股票上对的方法 用对的方法持续做 你股票上的钱就会赚不完 你就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 懂意思吗 来 比如说我们看另外一段股票 当三线翻多的时候 你要记得 三线转空会跌 那三线翻多 你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要勇敢的抱着 甚至持续加码 来 哦 原来就是这样 看到了吗 大概四个月过去 你的财户就会增加很多很多 就会增加1.5倍 你100万进场就变250万了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太多了 因为去年算一个大涨的格局 这多久 大概是不到两个月 159% 6块7 这边17块多 懂意思吗 6块7你要找到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 6块7 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 这个就是赚钱的方法 看懂意思吗 后面没有跌破 你就乖乖给人家抱着 这样一波上去 哦 159% 人生真的很美好 朝这边 如果你两个月 你的财户就可以增加159% 你看你人生会多么的美好 你所有的烦恼都不见了 你很多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爸很小很小就跟我讲 即使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事 他就跟我讲三件事 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讲阿平 爸爸给你教 你这三件事你要永远记得 我说好 爸爸你告诉我 他说第一个 一定要开宾室车 说真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开宾室车 因为那时候我很小 他说你这四人一定要开宾室的 才不需此行 所以一定要叫我一定要认真赚钱 这辈子一定要开宾室车 第二个要有自己的房子 你不能老是租房子 朋友要找你 租个房子人家会赶 房东会给你赶 一会儿住这里 一会儿住这里 朋友找不到你 所以这样不行 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不要去租人家的 人家一直给你赶 你一直要搬家 朋友也找不到你 这不是办法 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第三要自己管钱 掌握财务 你财务有男人的尊严 这是他告诉我的 不是说女孩子不能管钱 我爸这样告诉我 所以我会给我老婆两成的薪水 剩下八成我自己掌控 所以我自己管钱 当然开宾室车 这件事我记得非常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但宾室车说真的 有人会觉得遥不可及 这个三星的标志 从世界上最高的等级 所以有人会觉得好像遥不可及 宾室车对不对 男人梦想中的房车 每个人一辈子都想要开宾室车 那请问怎么做到 刚刚我已经教你方法了 如果你可以两个月就增加150%的财富 那怎么会做不到呢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里面有赚钱的方法 那怎么可能会做不到呢 那当然你会说老师那你有吗 你讲了半天那你有开宾室吗 有 我已经开过四台宾室 我现在开的还是宾室 这是我的车 这是我老婆 S350 这台将近500万 这台车就是我的 这台 不但有这一台 男人不是光要开宾室 我就要开BMW要 只有我一台宾室车 有一台BMW 这种豪华的休旅车 这台大概300多万 是男人梦想中的第一休旅车 去年我买了一台 而且是柴油的 买了之后2009年1月买 买完我去台南 去吃碗粿 这碗粿很有名 去高雄的国宾饭店 住国宾饭店 元旦的时候 去年元旦的时候 去国宾饭店住 这台就是我的车子 我常常开着它到处去旅行 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意义 所以很多人说开什么车 张艺敏你开什么车 我说我开双V 因为一台宾室一台BMW 我就开双V 所以我可不可以帮助大家 来完成这个梦想 完成你很多人生 没办法实现的梦想 我相信股神系统可以 我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过去操作不顺利 我想现在就是个最好的机会 你可以把电话打通 我们过年期间 公司都有人 但过年期间很漫长 在公司的服务员 他都会给你服务 你也可以直接带一套股神系统回家 我们会尽快寄给你 开盘前你把它研究好 五年就不一样了 我的朋友 包含我会有亲自教学的VCD来教你 怎么操作 你放心你一定会学会 欢迎带一套股神系统回家 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会员 祝大家五年新大运 五五升空 五年能够赚大钱 我们五年新春开放盘再见 第一段测试要用什么 第二段测试要用什么 好 来 来 就这个吧 找到对的方法 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好不好 然后原创人旁边加个新春快乐 好不好 原来加什么 新春什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加个新春快乐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好了好不好 八个字 恭喜发财 好 来 好 来 我兄弟 对的方法 再来 好 来 快乐 这下来 离开 对的方法 我 有这些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喔 好 可以 等一下喔 忙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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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跟你們拖太久了 好 忙上就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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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这都是去年最热门的股票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你知道好的方法 好的技巧 这股票上的钱赚不完 等于是吗 所以你很简单 你要学习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学到这个方法 你股票市场上 federal fold Wow 胖 Beij home的股票前进行rad 制度com ini Ts.. 你讓很多人受傷 那請問這一段剛剛講過了 可不可以避開 可以啊 我們剛剛講過大反原來早就轉空了 我現在就用股神系統來跟大家做說明 麻煩攝影師把畫面切到電腦的畫面 我們先看股神系統F12的畫面 F12是一個國際股市的畫面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你打開股神系統按F12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包含有新加坡 日本 恆生 就香港的 漢城 道琼 倫斯達等等 像現在電子盤漲了50幾點 今天是禮拜二 封關前一天 你看它漲58點 倫斯達漲14點等等 那我們在這畫面裡面按一個inset 按inset之後它進K線 你發現這一波的下跌好像有原因的啊 原來國際股市都走落了 這是日經 恆生 天啊 恆生根本就沒有翻多 而且已經幾個月都轉空了 有沒有 這轉空幾個月你告訴我 三個月有了吧 所以你在做股票不要光看台灣 把眼睛看到外面去 看看香港 看看日本 看看韓國 看看德國 看看英國 法國 都給它看一看 包含道琼 倫斯達 費城半導體都給它看一看 你原則上你做錯機會就會變得很小 所以你看看這個圖 這是香港的圖 老師本你告訴我它有翻多嗎 根本就沒有翻多 已經翻空好幾個月了 那你怎麼會認為台股要大漲呢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好像不是只有香港而已 上海 轉空有一段時間了 韓國也是一樣 轉空一段時間了 新加坡也是一樣 來 道琼 來 特寫一下 天啊 這轉空多久了 你告訴我轉空多久了 有一大段時間了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認為要大漲呢 來 這是倫斯達克 有沒有 一樣喔 費城半導體都是一樣的格局 這個S&P也是一樣 大部分都在空 德國也是一樣 反彈上去 特寫最高點附近 出現賣出巡號 這根本就沒有翻多 有沒有 德國 跟你一樣 跟日本一樣 轉空好幾個月了 來 倫敦也是一樣 這根本就沒有翻多 巴黎也是一樣 歐洲股市都沒有翻多 來 原油也是一樣 開始回跌 原油回跌 通常股市都不會很好 股市好的時候用油增加 經濟繁榮 油價會上漲 對不對 你看原油也是開始回檔 所以當你看完這些資料 你告訴我 這盤要大漲嗎 沒有啊 那你怎麼會覺得要大漲 所以很多人在做錯這段行情之後 今年過年生活得很痛苦 因為錢輸了 心情就不好了 造成很多的沒有必要的傷害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 國際股市F12的畫面而已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可以看 還有很多可以看 比如說我們看到大盤的畫面 大盤是F5 這是封關的前一天 封關前一天 同樣台股大漲146點 那你看這樣的上漲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去放空 可不可以 不行啊 這不能放空啊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過年前去放空 不行喔 已經開始反彈了 不能空了 當天大漲145點 很多人被空被尬到了 那我們在這個畫面裡面按999 進股程系統 你發現啊 我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原來這一波從19號開始回跌 跌到這裡 負線已經開始出現反彈點 主線現在臨走靠攏了 代表什麼 代表它要止跌了 懂意思嗎 就過年前就不用再空 要把空單做一個回補 我就是這樣做啊 懂意思嗎 這樣你就會把錢賺到口袋 安全全的放到口袋裡面 懂意思嗎 這很簡單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圖 告訴我們 短線它就是要反彈 這大盤999 但是整個反彈之後 它能不能馬上反彈之後 然後漲一波 創新高 不可能 為什麼 再看888 補存系統 特寫一下來 你告訴我這個盤是馬上要大漲嗎 不是啊 三星還是在空方啊 這個圖 就這個圖嘛 一模一樣的嘛 懂意思嗎 原來這段就這樣跌下來 有沒有 就在這裡啊 所以這段告訴我們是怎麼樣 它跌升之後做一個反彈 那反彈之後能不能一波就上去 會不會有反彈 有 但是能不能大漲一波 然後創新高 不可能 為什麼 來 給它模擬分析一下 模擬分析在股權系統 法人版才有 是馬上會像臨走說你而且大漲 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們說目前封關前的一個格局 跌升之後做一個反彈 反彈之後呢 我研判還是在下來 還是上不去 不會創新高啊你放心啊 這樣的話很簡單 你手邊的股票要做什麼 封高做一個調節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的股票已經不可能 再創新高了 懂意思嗎 你手邊股票可能要套 封高之後 反彈之後 一定要做一個減碼 做一個出場 不要再熬 不要再攤平 不要再加碼了 同樣的你可以帶到很多很多的股票 你都可以看看他多空的跡象 懂意思嗎 我舉例一下好了 來 這是元月13號 蘋果就把他等了 說逸光 今年業績成長三成 那我們在這一天元月13號看股神系統的圖卡 請問這是要大漲 不是啊 這跌破轉空真的要大漲有沒有 所以可不可以買 不行 一樣啊 1月13號啊 報紙發力多 有沒有 要成長三成 那應該很強啊 可是股神系統一看 哇不對 掛掉了 經過一段時間 元月13號 封關 2月10號 天啊 跌得不成人形 原來是轉空的格局 所以股神系統有沒有價值 這樣就看出來了 哇 太有價值了 對不對 價值真的是太高了 你就不會把方向搞錯了 懂意思嗎 我再舉第二檔股票做例子 你帶回家 這次我們假日公司都有人 新春期間公司都有人值班 所以你只要電話打通 他會跟你講 這個如何來完成手續 辦好手續 他就會把股神系統寄給你 用Seven的快遞寄給你 你大概隔一天就可以收到了 你就可以在家裡面好好研究 你手邊股票到底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會套牢 你搞懂之後 下次你就不會做錯了 懂意思嗎 下次你就可以反敗為勝了 我想我再舉第二檔股票來做例子 這是發生在1月21號的新聞 收購翻盤 徐旭東 遠東集團可能會喪失這個經營權 當然衝擊到遠東跟遠百的一個股價 1月21發布 隔天馬上跌停 開始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 遠百的跌停重挫 跌得不成人形 報紙利空一直發 對不對 遠百停牌 停牌就不要玩了 就下市了 你看這新聞一發布會怎麼樣 不用看一定有隔天停 有沒有 一架到底 還沒跌晚 2月5號 2月6號又跌停 天啊 這樣短短幾天而已你看 看到了嗎 從40.1跌到23.05 短短幾天跌掉43% 到底沒有 一百安進場你就賠掉43萬了 避得開嗎 很多人避不開 我相信很多人到現在也沒有方法可以避得開 那請問怎麼辦 我們有這檔股票在檢視股神系統 到底發生什麼情形 到底在高點的時候 他會不會提醒你要出場 不錯耶 股價創新高 股神線已經沒辦法創新高 接下來在高點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大概1月15號 股神線轉空 看懂不懂 圖卡拿到1月15號 1月15號 有沒有 轉空了 告訴你這個行情即將要結束了 這個點就最後逃命點 這裡有沒有 最後逃命點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就在這裡 然後就砰 就崩盤 跌了43% 這檔股票是過年前讓很多人受傷 很多人痛不欲勝的股票 頭這邊 Hoo SOCO經營得很好 收購金母雞要不要拿回去了 所以造成原本的重挫 來得及嗎 看報紙一定來不及 看股神系統一定來得及 為什麼 再看一遍 因為這高點就會提醒你 在這個點 那怎麼會來不及 這很高 不可能來不及 但是你如果不跑 這段就真的來不及了 一小段而已 43%不見了 跑這邊 所以我們說你今年的過年 今年的虎年 你要來操作股票 新春開盤之後你要操作股票 你會不會碰到同樣例子 我敢跟你保證 有可能 但是我給你保證你絕對避不開 因為你看報紙一定來不及 懂於是嗎 你絕對不曉得這個點力要賣了 後面這一段你就必須承受 這就是股票市場的風險 聽懂了嗎 跑這邊 但是你有股神系統 就可以避開這一段的下跌 就可以避開這一段 這一段下跌你就要損失43% 你現在放在銀行一年才1% 一個月你就要損失43%了 很多人就要打這個很痛苦了 懂意思嗎 所以在股票市場你一定要有方法 有技巧 才能夠贏錢 這個方法很簡單 我的方法就是股神系統 我想你剛剛也都看到了對不對 接下來怎麼操作 很多股票都一樣 我舉這個例子而已 不曉得沒關係 但要打進去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圓百 來 29 這個 03 圓百對不對 這是封關前一天的反彈 我們再打888 就是要反彈 到底可不可以接了 不行 為什麼 這怪力還是很大 所以要短線反彈而已 它沒有大漲的機會 懂意思嗎 起跌點 原來在這裡 原來這裡轉空了 有沒有 高點的時候 小紅棒的時候 特寫之類 有沒有 還很轉空的嘛 所以你不曉得 你買進去你就死定了 有沒有 最後就跌下來 就跌40幾%了 原來這個格局就這樣 所以認了一檔股票 你不曉得 打一下就知道了 但要打一下就知道了 你就不會再買錯了 很多人可能比較保守 去買很多股票 比如台積電 比如說買宏達電 對不對 宏達電過年前是大跌 那可不可以買 不曉得 大家有打印就知道了 2498 哇 天啊 再打個F9 它會出現很多賣出薰 天啊 你看這一段就好 特寫 這裡到這裡 跌超過100塊 你看幾天 不到10幾天 有沒有 370 哇 天啊 跌到277 370跟270 不差100了嗎 往下看 哇 天啊 原來是這個格局 懂意思嗎 所以有什麼困難 投資朋友 如果你有股神系統幫助你 我相信很多問題就會處理掉了 你可以規避掉很多風險 反過來你可以創造無限的利潤 可以開創美好的生活 可以實現人生的夢想 投資朋友 這個假日 過年期間 我們公司都有人 我準備了50套股神系統 你就要把電話打通手續辦好 服務人員就會透過載配7 寄去給你 你今天訂 明天原則上就會送到了 你在家就可以好好研究 把股神系統看懂 當然你會說老師 我看不懂怎麼辦 看不懂我教你嘛 我親自錄錄影帶教你 這已經錄好了 是操作的說明光碟 我都親自錄的都錄好 教你怎麼操作怎麼使用 你放心你一定看得懂 看完之後你就可以自己看你的股票了 可不可以買 檢討一下你過去發生的錯誤 下一次碰到那種基點 要怎麼操作你就會了 這樣你就可以把過去 輸掉錢通通延回來 有沒有道理 我的朋友 成功者不放棄 放棄的人不會成功 選擇最好的就是最好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股神系統 幫你反敗為勝 過去輸掉的股神系統幫你賺回來 務必把電話打通 利用寒假期間 利用過年期間 好好的把你以往的操作檢視一下 知道你錯在哪裡 下次你就會贏 很簡單 電話打通就可以 股神系統會以最快速度寄給你 你過年期間就可以在家裡好好研究 當然價格上也有一樣新春的特別優惠 詳細的內容你可以跟福人詢問 假日期間新春期間公司都有人 我們進一段廣告再回到現場 好 下一段剩8分鐘 好 來若我要明說 我們就可一切 一定不是我的需要 很好 好 對 來 啊 別 不是 Fal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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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现场 股票市场说真的很深 很多人在很多专业上 很多领域里面赚到很多很多钱 当然赚到钱都是各个领域最厉害的 不然怎么可能赚到钱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做印刷 开自助餐 开公司都一样 你有很多的对手 有很多同业 你要打败他们 你才能够有很好的生意 才能够赚到大钱 所以每一个赚到大钱 头脑都是一等一的 最棒的 但是到股票市场里面来 输光了 各行各一赚大钱 来股票市场输光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 所以股票市场是个吃人的市场 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吃人 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没有一个好的技巧 最后你当然就输 老虎很可怕 为什么老虎很可怕 老虎会咬人 那谁不怕老虎 武松啊 很简单 你当武松就不怕老虎了 老虎出来把他打死 怕老虎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要有好的方法 好的技巧 你才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赢到钱 不然很多人 你把辛辛苦赚了钱 最后在股票市场输掉了 那太可惜了 股票市场的操作很简单 真的吗 来 要演很简单 就两件事而已 多空判断 多跟空不要搞不清楚 像过年前的大跌 很多人去买多单 当然就死光了 就赔死了 就套牢了 对不对 很可惜 第二个要把股票选对 多空判断清楚 选对股票 你就一定会赚钱 懂意思吗 我想我来举个例子好了 这样股票叫瑞宣 做这个面板的 做电视的 易经电视的 你看这样股价一波上来 18块 涨到39 涨到一倍以上 对不对 但是到高点 你怎么知道它是高点 你告诉我 它在涨 你怎么知道它是高点 你不知道高点就死定了 你会买它最高点了 对不对 你会觉得越高点利多越多吗 因为高点一定要股价来推升 要利多来推升 所以当股票一拖拉上去 高点的时候它一定有很多利多 没有利多不可能推升股价 尤其涨越高 买的人越胖 所以你必须用很大利多来推升股价 对不对 来 高点 但是你不知道啊 你看到很多利多这样去就惨了 那这里为什么如果研判它是高点 这当然是高点 因为后来就跌下来了 为什么研判 这样可不可以 有没有看到了 原来转空了 股价往上攻股 神仙拉不上去了 就知道它转空了 后面这一段就很恐怖很恐怖了 天哪 从39跌到27了 你看这一段多恐怖 那如果你不想要转空 你买上去那你就惨了 你看这一段还得了 等一下就粉身碎骨了 你所有都不见了 你的努力 你的辛苦 你的财富 你的人生梦想都不见了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股票市场要知道什么 要知道多空 多空方向到底在哪里 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要知道股票要做对 懂意思吗 这样是变得很简单了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大盘 过年前很多人套了 买错了 看好 太看好了 16天跌1315天 那这段怎么看 原来这么简单 就转空嘛 最高点在哪特写 三根小红棒的隔天就最高点 有没有 三根小红棒的隔天 那请问在三根小红棒的时候 股神系统显示什么 是不是三根小红棒 就是1月18号 有没有看到你转空了 有没有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所以我会做对 我会卖掉股票还手放空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继续买继续摊平加码 最后全部就输光了 就讲了半天股票市场 就是这样而已 懂意思吗 你懂方法 懂技巧 你就可以创造无限的财务 你不懂 你在各行各地赚到钱 在这边一样输光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同学记得 就多空判断跟选股 把这两个搞清楚 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股票市场里面有很多变货 很多消息 但是你看到消息 看到报纸都来不及了 再举例 远东集团 这次发生事情 说股票被抢回去 就造成股价大跌 甚至说这个圆百要停牌 天子交易还得了 股价当然跌翻了 看到了吗 天啊 这跌到一年低点 这一年买进全部都没有了 几天而已 看到了吗 这一段一小段跌掉43% 那请问在高点 要不要有迹象来提醒你 如果在这边有迹象提醒你 你看多好 那就是你的贵人 对不对 如果你报纸两股票 最后你发现你赔死了 高点在这有人提醒你 诶 陈先生王先生李小姐 要出楼 高点到楼 对不对 你看这多好 那不是跟沈一样吗 真的吗 看最高点附近 真的转空了 很奇怪 有没有 这个点大概就是15号左右 1月15 1月15 最高点附近 转空了 赶快跑 不跑 不跑就这样了 在这里 不跑 就这样下来了 所以你发现股神系统 像不像一个财神爷 像不像财神爷来跟你提醒 赶快跑 不行喔 不对了 你看这样多好 如果这样 那你看人生会多美好 你很多股票就不会套牢 不是吗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赚钱 每个人都想达到人生的一个进阶 最好能够五指登科 什么叫五指登科 有车子 有房子 有金子 就钱了 有儿子 有妻子 妻子要美丽 儿子要健康 活泼 房子要大要漂亮 最好是超级的别墅 最好是一个宾市车 BMW 要存款很多 叫五指登科 这是每一个人人生的梦想 身体健康 精神快乐 五指登科 但是要达到这个梦想 必须有方法 没有方法你就不可能实现 对不对 这是我的座右铭 我把它送给你做参考 只要找到对的方法 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投资朋友 你想要五指登科 想要车子 有宾市车 想要银行很多存款 投资朋友 怎么做到的 你来股票市场不就是要追求这个吗 但是最后这个理想有没有达到 很多人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你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你怎么可能达到你人生的理想 懂意思吗 你想要开冰市车 想要开BMW 可是最后你的钱都不见了 开冰市进去来股市 骑摩托车出去 因为一百万升高输到十万块 输到纯十万 所以很多人开冰市车进来 骑摩托车出去 骑脚踏车出去 很可惜 懂得没有 所以你人生的梦想 请问何时能够实现 你想不想开这台车 这是BMW X5的休旅车 这台车真的很棒 开上去的时候会有贴背感 人会往后仰 身体往后仰 那马力真的很强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刚好有一台 就是这台X5的 这是我在去年元旦买的 买完之后 我带他开了他去 这个台南吃挖柜 去高雄国民饭店住 非常棒的一台休旅车 想不想拥有 我希望虎年你能够赚一台 宾示车 坐在哪里休旅车回去 BM代理休旅车回去 那怎么做到很简单 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 把电话打通 把古神系统带回家就可以了 行存集间公司都有人 你就把电话打通 他马上寄给你 隔一天就可以收到了 好好研究一下 虎年年就可以大展雄风 我的朋友 我来帮助你实现人生的梦想 古神系统来帮你实现人生的梦想 很简单 电话打通就可以了 只要你有梦想 我的朋友只有你方法 所有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一进到这里 祝大家五年行大运 好 刚刚看出品 可以可以 來 再来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换一张 等一下 等一下 Ending一下 换一张 换一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弄到图卡 放一张 放一张 不好意思放这张好了 你帮我切换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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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